冰城 马来西亚的美食天堂 以丰富的美食文化和独特的风味文明 为了保护这些特色美食 冰岛市政厅决定扩大禁止外劳长厨政策至私人咖啡店 请问各位时刻 外劳厨师烹制冰城美食 你们会介意吗 外籍厨师是否会影响冰城独特的美食文化的声誉 让我们听听时刻的观点 看到外劳煮的本地美食你们会去吃吗 吃啊 好吃就吃呗 本来美食东西就得宣扬嘛 你让世界都知道才好 就是只要做好吃的谁做不都一样 长厨没长厨没长厨没长厨 成九点外劳的问题 外劳的外劳有没有外劳的 外劳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一样一样来不然会很乱 我只能这样鼓励 你帮我影响的 可是介意归介意啦 是我们都看不到嘛 可是帮忙是可以啦 因为重蓝是他的老板怎样教他都好 然后有时候煮出来的味道 看喔看他们心情喔 我看着外劳哪里 一开了盆 More通常 一有一个组织就甚至也没有叫人 很多才有 政府还是有中国人 别是外劳的 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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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毒 讲的 但是关键这些人是不关键的 因为中文就不认为 我是会介意啦 因为除非他们的那个啊 他们的卫生啊 但是他们的医生啊 有去摘啊 如果是真的找不到人喔 所以他们可以请过洗碗的一些 可是最重要是要告诉他们 洗的方面要清洁一点 可是本地人 他们过外生也是一样的 也是会 也是洗不清洁的 外老人感觉那个 味道不正宗嘛 但是外老的话 也不要那么否定吧 这些人家可能也要工作啊 或者说要养家庭啊 是不是 其实会有一点点 我们更希望能够 就是尝到本地人 这个比较本土的手艺 可能会觉得 外老的话 他这个 在公益上面 还是会有一些差异 水准啊 那些资深的 那边味道会很强 如果饿了 我把味道也挺咸 你外老的话 我是最主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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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